有机具都在北口隧道忙着进行前置作业 今天第六跟第七节车厢都已经被拖出 剩下第八节车厢还卡在隧道口内 抬铁采切割的方式来进行处理 要想办法拉出隧道北口 如果顺利进行的话 所有的车厢有望在午夜全数拖出隧道 带你看看现场最新的画面 第八节车厢是列车头 也是在隧道最深处 大约距离隧道口北端大约100多公尺 目前要将相关的金属零件板件来进行切除 再铺设钢板在车厢下 在拉动的过程中也要特别的小心 每拖20公尺就要检视一次的状况 目前台铁表示 等到所有车厢全数拖出隧道之后 接下来需要两周的时间确认隧道的结构安全 也预计最快在4月20号才能通车 以上是现场问题掌握的最新主播